什么是原音字母,什么是辅音字母,它们有什么区别呢? 今天一个视频帮你描懂,就是看发音。 原音字母一共只有五个,分别是AEIOU。 原音字母发音的时候,声音直接从口腔里发出来,没有阻碍,不会用到我们的牙齿和舌头。 比如说原音字母A,我们来仔细听它在单词里的发音。 Bag, name, father, any, orange, water, china, what. 你看字母A在单词中有八种不同的声音。 除了五个原音字母,其他二十一个字母都是辅音字母。 辅音字母发音的时候,气流会受到牙齿、舌头或者嘴唇的阻碍。 比如字母B发B,字母S发S,字母L发O。 而且你发现了吗?辅音字母的发音很固定,一般只有一种发音。 所以呀,发音越多越重要,我们就称它是原音字母。 发音越少,只是辅助帮忙的,我们就称它是辅音字母。 你都学会了吗? 学会了,给老师一颗下星星吧!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